空氣中有涼意偶爾飄著細雨 東北風減弱 北台灣仍然不見陽光露臉 不斷熱心情恐怕也受影響 而週六晚間開始天氣會更不穩定 受到東北風增強影響 週末雨淡來襲 北部東部降雨時間長 雨勢也稍大 中南部地區也會有間諧正雨 在週末降雨的機率明顯偏高 而且北台灣雨勢 還有機會稍大的情形 週二週三東北風減弱出現空檔 但週四開始放廉假 天氣也跟著變 中秋連假受到東北風及華南雲氣影響 北部東部雨量多 也有間諧降雨 天氣不穩 賞月機會低 東部山區及南部也有局部鎮雨 但賞月機會相對高 預期的最低溫度在北台灣 應該有機會出現21度到22度左右的最低溫 而中南部地區 日夜溫差稍大的情況之下 最低溫度 應該也會有22度到23度 近期都是東北風增增減減的天氣 南台灣五間雖然有到30度 但早晚溫差動輒10度 另外從模式預測來看 菲律賓東方海面 10月上旬到中旬還有擾動機會 入秋天氣變化大 民眾外出要多加留意 記者 陳希臉 陳俊恩 台北報導